今天我們看四季港整間公司 頂頂的最有任性的雜貌 應該就是你本人 這我… 這我… 我沒有人說我第一人 聽說你創業很懂 你每天都是準時四點多你就去創業 幾點到了嗎 我… 我現在有 就一天差不多看民視 睡到10點10分有的結束 我就開始就睡了 感謝我們的宗室觀眾 怎麼說 雖然我民視… 我的作息很簡單 民視看書就… 先看民視看書就開始睡了 睡了 我們這個年紀總有四點… 四點多就肯定的精神有 就睡不著就開始 那時候就最清醒的時候 想後面要做 今天要做什麼 因為回去就欠了 放民視的時候 放空的時候 放鬆的時候 對 因為… 你們兒子有說 你們兒子說 特助 他說 爸爸很無聊 他整四人 好像有幸福一件事 上班 對 為什麼你的幸福是上班 你覺得很累嗎 想說 休息一段時間 不會 你像我太太說 常常說要去客戶 都要有 一天兩天都說不可以 或是很多朋友 就要去洗都不可以 但如果說到工作 要後來十天到十天也去 但是未來 如果說你真的要接班 你有可能會接班 給你們聽嗎 還是怎麼樣 這就要看他本身的 幸福跟他的領導能力 就對了 因為我們一個公司 一個集團這麼大 有 是要看一個領導類 反正要用專業青年 不一定 因為主要要把這個公司 看得好 才會對起所有的溝通 我們四季港 今年已經三十五年了 對 未來會一個十年 才會一個三十五年 你有什麼環境 還是有什麼目標 當然現在我們的目標 最大的目標 有 把水價基礎做得好 當然如果下個階段 現在也當時 其實卡外消財 就說要到底合作 做開發就對了 所以浮動式基礎 甚至是運轉維護 但目前來講 我就先暫且把他 技術就對了 因為我畢竟要把這裡 把這裡主要這個水價基礎 跟這個塔桶這樣做好 待會有下一階段 聽說你還有一個性處 就是看歷史距 你是看歷史當中 你會學到一些東西 因為我沒有讀書 歷史也要讀書 歷史也要讀書 所以我就看港劑 也看歷史這樣 待會兒覺得說 我覺得歷史的過程 人家三個東西 第一名東西 人家以前用冬毛走 第二名東西 用歷史來走走 讓我們學 第三用人來走走 所以說容易 反正說我們來公司 是用公情公司跟一個國家 是用這個主導者 最重要的最重要 你的車裡對不對 有嗎 我們要用油發點 油發點沒有發點 發點我們來改動 如果要用那麼多歷史人物 來描述你自己 你覺得你是哪個 我感覺有 我是像老邦 老邦 還是做 因為老邦有 他也是 他也是 烈士好像地皮流氓 好像鎮腳的小孩站起來 有嗎 但是他周邊 我有很多的兄弟挺他 讓他做到一個皇帝王 有嗎 但是我對老邦 有興趣 有嗎 就要他 跟他最好的兄弟 跟他打在江山 這個憲勢 有嗎 跟他抬起 這是一個他 對 對 但是也不能怪他 怎麼說那個調查 是帝國主義有嗎 他會保護的主帝兵 他會怕你世界有 反正他如果死有 反正韓信就把他 王爺和他手機 反正他為家父的主帝兵 他的家庭 他就避兵 都避兵 帝國也改善發展 這是那個時代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 旨本市場是股份 領導者優先 也不是說靠 靠武力的 對 好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賴董來我們的節目 現場來分享 謝謝佳玲 謝謝觀眾 好 決策者 我們下週見